我们在讲真理很重要这个系列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 能够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 说能够真正影响这个世界 是基于至今他对世界已经造成了影响 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基于《试图行传》13章的末尾 就是要对真理有智慧的回应 要对真理有智慧的回应 这不是讲新闻报纸上的真相 新闻里的真相 而是关于上帝话语的真理 要对真理有智慧的回应 因为我们可以智慧的回应 但是我们也可能不明智的回应 在这样一个处处令人分心的世界里 就像我们弟兄上个组织所提醒我们的 还记得吗 他讲过各种分心之事 有人走路的时候 跟手机掉进河里等各种事情 那是一个原因 你我为何如此注重圣经 Jeff Mayers博士是一位培养下一代领袖的专家 他说他们机构中的年轻人经研究发现 每周花27到33个小时才使用通信隔级 游戏 看电视和电影发信息上网 总之他们被信息所淹没 信息的超载降低了一个人的分辨力 我们发现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在主日像这样聚在一起 或者当你们在小组中聚在一起 这真的是三番就简 聚焦于真正重要之事物的时间 今天的信息还记得吗 要对真理做出智慧的回应 为什么这如此重要 我们如何回应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否只是坐在这里说 OK 我听到了上帝的话 然后回家 能否就这样仅此而已 好 让我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我们对真理的反应如此重要 有三个原因 第一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可能是明智的 也可能是不明智的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我的选择 第二 为什么我们的回应如此重要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 responsibility的词根是什么 回应 response 第三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将会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 以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 所以不可以满不在乎 因为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语满不在乎 那本身已经是一种回应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可能是一种明智或者不明智的回应 但是要记住 我们的回应会影响我们和他人 不是小小的影响 而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讨论试图行传十三章最后的十几节经文时 我们会学到什么是对真理的明智的回应 什么是对真理不明智的回应 所以让我们开始吧 第四十二节 当保罗和巴巴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所以这里的场景是 如果你们记得上周有这场精彩的讲道 有很多人大受感动 他们心被触动了 即便是在犹太人中间 所以这里说 当保罗和巴巴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如何不断地请求他们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请求 在你过往的生命中 你是否曾经祈求什么东西 大多人可能没有祈求过任何东西 也许在秦慈肯建的祷告中 我们也许做过 但是在这里人们在祈求保罗和巴巴巴 什么呢 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 给他们听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将这翻译成今天的语言 就像是聚会的会众说 我想多听到这样的内容 我特别渴望对上帝话语特别的热忱 我等不及下个礼拜 我等不及在他们的时候是下一个安息日 我会提前读经 我会邀请我的朋友 我会找到 我会找一个好的停车位 尽管那不是我的动机 你真的是想听到上帝话语 但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热忱 所以问题是 他们祈求听到更多的这些话是什么话 他们听到的是什么 今天这对于你我有何意义 他们所听到总括来是这样的 上帝却叫他指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 从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 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换句话说 在《使徒行传》中 一以贯之的 有两个主题 第一是圣灵的充满 这是所有信徒的权柄 特权与祝福 我们需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 其二是我们需要圣灵充满 这样我们可以做见证 跟人讲耶稣的事情 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中 总是在传讲一条信息 那就是耶稣的复活 现在在这个国家中 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 耶稣的复活 很多人会说 我信 许多人不知道 他们为何信 但他们说自己信 也许他们信 是因为他们教会这样教导 他们的父母这样讲论 或者他们学校有教导 不管是哪种情况 很多人会说 是的 是的 复活 OK 我们有庆祝的复活节 每年都搞 没问题的 但那时候 他们听到的到底是什么 那应该对今天的我们 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即便是对那些 这样说的人 是呀 你们不用说服我 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那又怎样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设罪的道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着人 就都得称义了 你们看见在那里 有两个词 设罪和自由 意思是 通过耶稣 也唯独借着耶稣 你我得以设罪 你我也有了真正的自由 那是什么意思 设罪的意思是 得以从罪中释放 就像是这样子 就像是从死中的释放 罪就像是我们背负着 沉重的属灵的债 是欠上帝的 我们还不上 因为太沉重了 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牺牲 我们的好行为 在商业境界学中 我们的好行为 是不可接受的货币 我们不能偿付我们自己的罪 这就好比我记得多年以前 当我离开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在那工作 那公司工作了17.5年 到了我应该继续前行的时候 于是他们计算了我的离职费用 在那时候我有车贷 还有房贷 你们知道那是一栋小牌屋 于是他们计算了我的离职费用 他们将之用在我的贷款上 我的贷款就被清空了 你们一生中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债务清零 这真是奇妙对吧 债务清零 于是我走出了那办公室 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我感觉我快要飘起来了 我就像是走在云端 为什么 因为我的债务清零了 我第一次知道了 这是种什么感觉 但是是谁为我偿债的 要记得 他们计算了我的离职费用 所以严格来讲 该付给我的钱 被用来清偿我的债务了 尽管如此 尽管那时用我的钱 清偿了我的债务 我仍然感到飘飘然 行走在云端 现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假如说你欠信用卡公司的债 或者欠银行钱 金额巨大 你根本无法还清 你的孩子不能还清 你的子子孙孙都无法还清 金额过于庞大 财务经理坐在你旁边 他没法帮助你 你自己也无法帮助你自己 所以你在想这一切将会如何 有人在银行里出现了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他跟你没有关系 但他向你和经理走去 他说 我知道这个人的问题 我要在这里写一张支票 债务金额是多大 OK 没问题 拿着这张支票 全部付清 你的感觉会如何 你会不会揉揉你的眼睛说 我在做梦吧 或者你会说 这一切肯定有蹊跷 福音就是这样 令人难以置信 罪债已经全然付清 得以自由 意思是我们被宣称为义 意思是说 法官的判决是终局性的 我们的记录已经被洗尽了 我们被宣告无罪 我就是那些人所听到的 当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们感到惊讶 我所关切的是 我们所有人都说 自己是耶稣跟随着 我所关切的是 我们失去曾经拥有的敬畏感 当我们初次得知福音 和真理的真实内涵 那是我所关切的 于是我们变得自满 我们将他视作理所当然 我们对上帝没有热情 我们对他的话没有热情 我们没有热情去告诉其他人 有关他的事 大家听明白了吗 在1865年 我那时肯定还没有出生 1865年 这位女士 她写了这首诗歌 她在副歌里写到 罪在全魂清 主已替我舍身 主已替我舍身 无数罪孽 污秽心 主喜 笔血白净 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 麦克弟兄你知道这首诗歌对吧 耶稣把罪在全魂清 无数罪孽 污秽心 主喜 笔血白净 我们有一位长老 Angelo Luzon 博士 有一本书叫做 无债生活方式 是基于圣经的原则 我建议你们去读它 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 经生 是可能在财务上 做到无债的 但是更加奇妙的是 不管我们的财务状况如何 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 可以无债 因为耶稣付清了一切 救恩是一个礼物 是无常赐予的 但是就像所有的礼物一样 得有人先为此付款 你们知道我儿子 他在思考这一真理 有一天在几周之前 他乘坐火车 跟这差不多 他没有住在菲律宾 现在他正在坐火车 要坐六个小时 他在Viber上跟我说 当他在火车上时 他想要工作 但周围的景色 如此的美丽 他无法专注于 他在电脑上 所干的工作 当他在思想 上帝造物的奇妙时 当他在火车 奔车的时候 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即便是在他以前 坐通勤车时 他跟我分享了 他的一些简单的思考 经过了他的允许 我会给你们读其中的一部分 他如此说 时至今日 我仍然不能明白 一位全能自足的圣地 怎么愿意为我们舍命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想法 但诚实地讲 我仍然在思考其中的道理 我越是看到他有多伟大 我就越是不明白 他为何要牺牲自己 你们看 上帝的真理 爱和恩典 从理性上来说 也许不合理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 上帝是谁 他的爱 他的恩典 和耶稣的牺牲 我们就能明白 其中的道理了 当我们将这 对照上帝的品格 这就完全合理了 我们继续 第43节说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进前进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二人 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 勿要很久 在上帝的恩中 这里你们再次看到 他们非常有热忱 保罗和巴拿巴 已经你们知道 聚会结束了 这先跟着他们 后来保罗和巴拿巴 在教导他们 我劝你们 勿要在很久 在上帝的恩中 那是什么意思 劝的意思 就是将你的信心 放在某件事物上 帮助人 将他们信心 放在某事物上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 在告诉他们 讲了很多话 现在你们明白了 救恩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你们现在明白这一点了 唯有通过耶稣 但是现在我们 在告诉你们 我们在生活中 勿要很久 在上帝的恩中 意思是说 救恩是本乎恩 如果你要为着上帝荣耀 来度过你的余生 你将仍然需要 依靠上帝的恩典 你不能靠着 你自己的力量 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他们所讲的 继续依靠上帝的恩典 这就为什么保罗后来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其实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 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斤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来自保罗写的 菲律比人的信 这后来才写的 他在说要记得 真正在你们里面的是什么呢 耶稣的公义 已经被算在你身上 现在你需要把它活出来 每天 每时 每刻 但是你不能靠你自己的力量 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就当恐惧战斤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立志行事 就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 他的美意 上帝在你我中间 正在做什么事 两件事 立志行事 都是为要成就 他的美意 这是什么意思 你对恩典的理解是什么 对恩典有很多的定义和描述 一 有人说恩典 是不配得的恩宠 非常好 有人曾说恩典的grace 并且是个grace 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丰富 是因为基督的代赎 那也是对的 对恩典的另一种描述 让我跟你们分享 恩典是从上帝 而来的全能 使得我们想他所想 要他所要 行他想 我们去行的 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立志行事 想他所想 要他所要 行他所行 因为基督徒的人生 全然关乎恩典 现在你能够 从这些人学到一些东西 他们为着真理 感到欢呼雀跃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对于真理和上帝的话 是否已经失去了 那种孩童般的热忱 请看第444节中 发生了什么 快进到下个礼拜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上帝的道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我们在讲 当时候最大的一座虫 也许有几十万人 我不确定当时有多少人口 但是这里说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上帝的道 请想象这个场景 如果这是满大都市区 这里有多少人 我真的不知道 请想象 那一大队的人 就是13章前面讲到的 都来聚集到什么地方 他们去听上帝的话 然后有些迟到人会说 抱歉 这一堆是要看终局游戏的吗 然后他们会说 不是 终局游戏是在另一幢楼 那里是空的 为什么 那里是空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那里排队 要听上帝的话 主啊 什么时候那会发生 在这里 你祷告 有一天 上帝会行动 我们会看到 这要从我们开始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对真理的智慧的回应是 第一我们渴望真理 我们是这样吗 还是说我们对上帝的真理 已经习以为常了 是不是一个耳朵近 另一个耳朵出 还是说我来参加礼拜 在框里打上钩 我参加了我的门徒小组 分享了一点点 然后打个钩 就这样吗 还是说我们渴望上帝的真理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智慧的回应 要就有不明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但有的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硬薄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里 学到很多这个词嫉妒 因为他们满心嫉妒 就硬薄保罗和巴拿巴所说的话 嫉妒让我们来讲讲这个 现在你们不用举手 当时让我问你们 你们以前有过嫉妒吗 我确信 我们曾经都有过嫉妒 她为什么在跟那个女生讲话 而不是跟我讲话 为什么她跟那个男的讲话 而不跟我讲 她怎么有新车 而我没有 等等等等 你们记得这是一只绿眼怪 对吧 什么是嫉妒 我会给你们一个 简单的描述 嫉妒是一种致命的组合 由自私和无安全感组成 嫉妒是由自私和无安全感组成的致命组合 我们怎么知道呢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这样这些人没有在听我们讲 这些人在听这种心事 于是他们就开始满心嫉妒 他们开始硬搏 他们是自私的 没有安全感 今天有人对上帝的真理如此回应 我们说他们不是耶稣的跟随者 然后他们会说 当他们听到来自圣经的某些东西 就像今天 他们的回应是 你知道我是信这个长大的 我会继续信我所信的 我至死都会信我所信的 你们以前听过这话吗 你们以前是不是常常这样说 我知道我讲过类似的话 只是没有这么啰嗦 但那曾是我多年前的态度 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他打开了我的眼睛 但你们知道 许多人是这样回应的 我所信的是这样的 别的我都不会听 当我这样说 我的朋友 如果你在这厅堂的任何地方 或者你在网上观看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请注意 我并没有要冒犯 或嘲笑任何人的意思 我告诉过你们 我明白有些人 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多年以前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请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注意听 如果你今天所信的 有什么地方不对 并非一切权作 只是有为某些东西不对 如果你今天所信的 有什么地方不对 而你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会愿意知道吗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所信的 有什么地方不对 但你不知道 什么地方不对 你会愿意知道吗 这个问题提到好吗 是这样的 如果你病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会愿意知道吗 不管你信不信 有些人说 我不想知道 你们有没有人听这样说过 不 我不想知道 不要告诉我 所以他们封闭起来 各位 那不是明智的反应 我们要开放 并告诉上帝 主要如果这是真的 我就想要知道 请告诉我 怎么样 OK吗 有没有可能 这里说 这些犹太人基本上在妨碍 其他人听到上帝的话 对吧 他们在硬搏保罗的话 他们在说 不要听那假新闻 有没有可能我们基督徒 我们自己 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有时候我们妨碍别人 听到上帝的真理 有没有可能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 遗憾的是 答案是yes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 多年以前 有一场婚礼 不是在CCF的婚礼 甚至不是基督徒的婚礼 比方说是别的宗教团体的婚礼 OK 所以肯定不是基督徒的 也不是CCF的婚礼 但是在那场婚礼中 有人来自CCF 他们认识新婚夫妇 于是他们说 我们何不从组织者那里获得许可 在婚礼结束的时候 让CCF的某个人来讲话 为着众人的好处 分享福音 即便只讲几分钟 OK 于是他们得到了许可 不管你们信不信 婚礼的组织者和主人说 OK没问题 我们会留住几分钟 你们可以邀请你们任何想请的人 因为他们在找谁有空 在他们找到了谁 所以请记得这场景 不是基督徒的婚礼 但他们允许在婚礼结束时 有人来分享 你们会怎么想 那是不是很好的机会 去给人讲耶稣 你们同意吗 这是个好机会吗 我觉得你们并不这样觉得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明白 当然你会想 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 现在当他们问我时 当然我去征求彼得牧师的意见 他说不用考虑 只要有任何分享福音的机会 我们都应抓住 于是在婚礼快结束时 主持人就叫我 他说赶你了 这场地交给你了 于是我给了这对夫妇和人们 一些鼓励 我也分享了有关耶稣的福音 因为这是一个机会 因为你我永远也不应该妨碍人 听到上帝的真理 过几周之后 CCF中有些人聚会 他们说 为什么CCF有位牧师 要参加那次婚礼 幸运的是 我参加了那次聚会 于是我说就是我去的 我解释说 因为人们不明白 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 于是我说 那不是基督徒的婚礼 他们允许有人来讲几分钟 分享福音 于是我说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我分享了福音 然后每个参加聚会的人说 啊OK 现在我们明白了 所以女生们 先生们 你我绝不能妨碍人听到福音 遗憾的是 有时候我们就是其妨碍作用的人 有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自私的 就像犹太人一样 比方说有时候 我知道只是很少的人是这样 这是另外的情况 OK 有时候比方说在有些教会里面 也许不是在这里 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那个名人参加这里的聚会 他可是牵涉到一桩丑闻中啊 谁邀请他来的啊 为什么政客来这里参加这教会 他这么腐败 女士们 先生们 需要福音的是谁 你我因罪而腐败 我们的罪在上帝眼中是丑闻 我们都需要福音 我们为何要妨碍任何人听到福音 我们听懂了吗 大家还好吗 同意吗 OK 非常好 我们对人的看法应该像耶稣一样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人就怎样 怜悯他们 各种各样的人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我再告诉你们 即便是那些你们也在世上没有麻烦的人 他们有钱 他们有名望 他们有影响力 当耶稣看到他们 他看到的是真相 他看到他们困苦流离 你我需要透过耶稣的眼睛去看人 让我们再回到那些经文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忌妒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如何毁谤 你我并不经常看到这个词毁谤 亵渎 亵渎是什么意思 亵渎就是侮辱神圣的属 就这里上下文而言 意思是当你我或者任何人 驳斥上帝的话 我们就在称他为撒谎者 我们听懂了吗 当我们驳斥上帝的话 我们就在亵渎他 我们说 我不接受你的话 我不接受你讲的真理 你上帝是一个撒谎者 就是这样简单 遗憾的是 即使耶稣的跟随者 也能这么做 怎么会 第一个例子 很多很多年前 一位女士来找我妻子 寻求辅导 她对自己的丈夫感到大为光火 在那时候 她的主题曲是 你们记得吗 我已经打包好全部的行李 正准备离去 你们还记得那首歌吗 你们有些人在假装自己很年轻 你这想不起来 没问题 真相很重要 不管怎么说 那是她那时候的处境 她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打好包 她正准备离去 于是我妻子告诉她 我们可以将圣经打开吗 因为这位女士有基督徒背景 让我们来打开圣经 你能否读着圣经 那些经文是关于顺服你的丈夫 于是那位女士看着这些经文 她说 我的天啊 这些经文 如此清楚 她没有说我不懂 她说 讲得这么清楚 我想重点标出这些经文 用黑笔 你们的反应比九天中那趟的人快 我想用黑笔把这些经文涂掉 但是我赞美上帝 他没有离开她丈夫 另一个例子 多年以前 我在一项事故中 有一位男士同工 我得知她已经进入一段 淫乱的关系 于是我带着爱心去和她谈这事 我将这事提出来 她跟我说 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永远忘不了 她跟我说 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 换句话说 她正在为自己辩护 她在反驳上帝的真理 带着对她满心的怜悯 因为我仍然爱她 我跟她说 弟兄你说得对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多孤独 我不得而知 但是上帝知道 上帝对你的孤单有解决方案 但是你有多孤单 并不能为你开脱 所以简单的原则是 当我们反驳上帝的真理 我们就是称上帝为撒谎者 这就是为什么对其真理的反应 必须是明智的 因为不明智的反应 就是反驳真理 现在我们明白了有什么后果 在我们反驳上帝的话之前 我想要建议 要采用一种奇妙的态度 以后在接下来几周里 我们会读有关比利亚人的事 但提前说一下 OK 这些比利亚人嫌于贴撒 诺尼奇亚的人 这是使徒新闻第17节 提前讲 因为他们怎么领受这道 甘心乐意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 我们都甘心乐意的领受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在一种慈爱父亲的方式 跟我们讲话 他们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我谦卑地鼓励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渴求 应该转化为 我们天天对圣经的热切查考 不要依赖主日 不要只依赖你的小组 不要依赖你手机上的APP 尽管那是可以的 但是要到上帝的面前来 打开祂的话语 求上帝向着你的心说话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天天查考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让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有关真理的力量有多强大 几周之前 我们遇见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家人 我妻子和我很荣幸为他们祷告 我们在另一个国家遇见他们 但这是菲律宾人的家庭 这男人正在告诉我 他跟他妻子的故事 以前这个男人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根本就不信上帝 他非常聪明 现在仍然是非常有成就 他是一个工程师 是非常聪明的人 在认识耶稣之前 他非常骄傲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他不信上帝 但是他的妻子 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 声称在教导圣经 但是歪曲圣经的真理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这位丈夫非常聪明 这位理性的无神论者 他非常关切 他的妻子 怕这个宗教团体在愚弄他 所以在他的心目中 要想说服他的妻子 相信他们没有再讲圣经的真理 他就要查考这本圣经 你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 所以这个聪明的家伙 查考了圣经 他读了圣经 然后他会告诉他的妻子 看你的小组是怎么告诉你的 一二三 看 在圣经里面 你自己看 圣经讲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小组在愚弄你 如果我生你 我就会离开这个小组 不管怎么说 于是丈夫继续查考圣经 长话短说 他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 真是奇妙 赞美上帝 因为他告诉我 他阅读圣经 他就越意识到 我不能摇摆不定 手术脸端 要么我不信他 将他完全丢弃 要么就要全心拥抱他 没有中间内场 他在理性上 也必须对自己重拾 如果我把这丢弃 我知道那是错的 那是不明智的反应 于是他将这个生命 献给了耶稣 然后他的妻子 也冲了耶稣的跟随者 他离开了那个宗教团体 现在他们俩都在尽自己能力 服侍耶稣 那就是上帝真理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故事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 说上帝的道 先讲给你们犹太人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 不配 得永生 看啊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在基督教历史中 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是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 就是在某个时间点 犹太人会拒绝福音 然后福音传向世界 其他的族群 当然也有犹太人传为耶稣跟随着 全部来自世界所有的种族各种信仰 但要点是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为你我所知 但是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什么 这里说 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犹太错过了什么人 他们还记得那个术语吗 机会损失 你们熟悉这个术语吗 那时候 他们所经历的机会损失 是他们未能认出圣帝 奇妙的计划 就是他怎样先将福音传给犹太人 他们很多人未能看见这一点 于是他们说 既然你们弃绝得到 我们现在就要转向外邦人去了 我来给你们看生命纪中当中的一节经文 那经文向犹太人甚至 向你我显明 福音跟我们的成就 毫无关系 跟我们的义无关 跟我们的成就无关 既然关乎上帝的爱和恩典 请看上帝透过摩西乡的子民所说的话 他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人数多于别名 上帝在告诉他们 并非因着你们如何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外面中是最少的 并非因为你有什么加美之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仅仅仅是由于上帝爱我们 不是因为你我如何如何 全然在乎上帝的恩典 你们知道当我在思想这事 我再一次想起上帝做了什么 才将福音带给我 给我 上帝做了什么 我能否告诉你们上帝做了什么 首先他触动了一位美国律师商人的心 他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 他的妻子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 他们本来可以待在美国 做卓越的 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商人 对吧 但是不 上帝触动了他们的心 他让他们有了做宣教士的负担 本来他们可以在美国做宣教士 当时上帝说 我想要你们去海外 他们本来可以去 上帝本来可以给他们负担 让他们去南美 加拿大 阿拉斯加 对不起 那是美国的一部分 中国 非洲 北极 但是上帝说 到哪里来 菲律宾 在菲律宾 他们更可以作为宣教士 去北旅宋 中旅宋 南旅宋 尼撒烟 梅南老岛 上帝将他们拆遣去到哪里 马利纳都市区 现在作为马利纳都市区的宣教士 他们本来可以去哪里 不同种类的私营企业 制造业 律师行等等 上帝将他们拆遣到了哪里 去了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启动了一个查经班 他们在哪个部门启动的查经班 他们本来可以在会计部门启动 我想说的是那一天 上帝带那人来见我 分享福音给我 在我跟他查经一两次之后 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了耶稣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在这里 这真是奇妙 你们想想这事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将福音带给你我 那是一个恩典的故事 现在我们回到那经文 既然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现在我知道 你们许多人明白神学 我们真的不配得永生 这是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救恩是本乎恩 也因着心而不是靠行为 但保罗和巴拿巴在说 当你弃绝上帝的道 你就在断定 你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你将永远不能经历 在天堂里 与上帝共度永生 你现在在说 我自己承担 我明白这后果 但是我仍然弃绝上帝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 还记得吗 第三条原则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 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后果 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在其他人的生命中 但是这一点我们等会再讲 请看我们的品格 智慧的回应会是我们渴慕真理 我们一会儿再讲渴慕 我们渴慕吗 不明知的回应就是反驳 并弃绝真理 我们继续 恩典可以被弃绝吗 可以 不可以 我们来查考 在1829年 有两个男人因着几状罪行而被判有罪 他们的George Wilson和James Potter 他对他们的判决是被绞死 第二个男人James Potter 如期被处决 但第一个人George Wilson 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 于是这些很有影响力的朋友 就像总统安德鲁·杰克森 求情 杰克森颁布特赦 他说George Wilson 不会被绞死 不要将他刑期减至20年 当George Wilson得知总统所做的决定 他拒绝了 他说不 于是后 那时候的美国最高法院 如此写道 法庭不能给囚犯特赦的权利 除非他声明接受这权利 这是给他的恩准 他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那时候大法官John Marshall 如此写道 特赦是一种恩典的举动 但是若无牵收 这没有完成送达 那么他可以被特赦对象拒绝 我们没有相应的权利 强迫其接受 真理可以被弃绝吗 是的 恩典和爱可以被弃绝吗 是的 我们甚至不用讲 这些法律上的事 在你们一生中 有多少人写过情书 这个会谈的浪漫人士在哪里 甚至用电邮 viber写 用卫生纸写 也是 算数 OK 你们有多少人在你们一生中 接到过情书 哦 即便在九点那一趟 接到情书的人都比写过情书的人 这意味着有人给你两个不同的人写信 那告诉我什么 没关系 那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有多少人写过情书 然后把他扔进垃圾箱 我们有多少人写过情书呢 并且知道我们写情书的对象 将他扔进了垃圾箱 你们看各位 上帮我扔进了垃圾箱 因为上帮的道 上帮的真理不只是事实的累积 不只是一份历史档案 不只是一些印刷纸张的合集 这是上帮写给我们的情书 如果我们反驳 如果我们弃绝 我们就是将上帝情书扔到哪里 垃圾箱 要对真理做出明智的回应 第47节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基 很奇妙的以赛亚书中 有这节经文的出处 父对子耶稣说 你大写的you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奇妙的是耶稣今天告诉你 我你们是世界的光 这是为什么使徒行论 今天仍然在被续写 因为你我就是要将救恩 带到地基 真是奇妙 这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圣经 我们继续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赞美上帝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了明智慧能完整图像 还记得吗 渴慕 为道欢心 然后信 当然信不是在头脑中的 你要借到心里 你要在生活中应用 在每天的生活中遵行 但是智慧的回应 还有第三个要素 传遍 因为记得我们说过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将产生 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仅影响我们也影响其他人 当我们只能讲上帝的话 上帝就在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产生正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继续讲之前 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奇妙之处在于 你们看在这半句话的里面 奇妙地结合了上帝的无上主权 与人的责任 让我来解释 上帝是不是至高无上的 根据圣经 我们是不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拣选 我们要不要对我们做出的选择负责 上帝会不会要我们对自己做出选择负责 即便这选择是关于他的真理 所以你们现在回答 是的 那么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吗 还是我们要负责任 答案是是的 两者都对 这两者都写在圣经里 我们不应该对此证闻不休 两者都在上帝道中用清晰的陈述 如果在我们有限的人的小脑袋瓜里面 我们无法完全调和这些事情 让我告诉你们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不是上帝 我也不是 我很高兴我不是 当我们见到耶稣 你可以拿出你的清单 就在你在地球上常常问 却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你说主啊 既然我们在一起有永生了 我能否开始提问那些 我在地球上活着是不明白的事 所以当我们见到耶稣 我们一起做的事 OK 同时我们来接受上帝的真理 所以完整的图像是 明智的回应是 可目真理 信真理 接到心里活出来 活出你的救恩 最后是传讲真理 那是对上帝真理的明智 回应 我们清楚了吗 现在还有一种不明智的回应 反驳 弃绝 下面还有空白 所以让我们继续读 但犹太人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他们非常有策略 他们使用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对真理的火焰 将会产生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仅仅影响我们 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当你我反驳 并弃绝着真理 你我将会不可避免的 使这真理失去信誉 甚至是在其他人的眼中 让我再说一遍 当你我反驳 并弃绝着真理 不可避免的 你我会使这真理 在其他人眼中失去信誉 因为他们没有传播真理 他们传播是 他们对真理的反对和弃绝 那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完整的画面 智慧的回应是 渴慕 相信并传播 不明的回应是 反驳弃绝 并且诽谤真理 提问 基督徒能够使这真理失去信誉吗 啊 是的 当然是很遗憾 是的 比方说 很多个月以前 我们跟这对夫妻交谈过 他们在谈他们的过去 他们是在基督教背景中长大的 他们去教会 但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父母的生命中所听到的是 所见到的是完全的假冒伪善 当他们去教会是 哦 一切都很平安 向所有的人微笑 但是当他们回家时 他们的父母总是在吵架 大喊大叫 对他们的孩子并不好 所以当他们父母在长大过程中 他们听到自己的父母所说的 和他们所见到父母所行的 就像是南和北 就像是黑和白 不幸的是 我们很多次 见到这种情况 这使得真理 在我们孩子的眼中 失去信誉 当我们不能够言行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要鼓励我们所有的人 今天谁是一家之主 就是做父亲的 请举手 做父亲的 作为一家之主的 即便是单亲父亲 你是一家之主 不管是男是女 我能否见到你们举手 在整个会堂里面 OK谢谢 我真的想要鼓励你们 每个主 你们都会在这形式里中 找着这个称作 让家人参与进来 我真的要敦促你们 要付出时间 不管你是家中做父亲的 或者你是单亲家长 你是家庭的头 你是家庭中主要的基督徒 影响者 你可能是单亲家长 你可以影响你的父母 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要鼓励你 要使用这简单的资料 谈论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内容 让你的家人参与进来 但是无论如何 通过你在日常生活中做榜样 不要是真理上师信誉 但是要传播真理 借助言语和行为 而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这是第十三章的末尾 已经结束 你们高兴吗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跺下脚上的尘土 不要误解 他们并不是恼怒这些人 这不是像你们你们不想听 不不不 跺下脚上的尘土 只是意味着这个 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跟这人分享上的真理 他如何回应 是他的责任 但我的责任是跟他 分享 耶稣 说清楚了吗 所以如果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生 如果他弃绝 那么就转到下一个 上帝会对付他的 不管上帝对他的生命有何计划 我们的职责是确保我们 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 各位 我们要总结一下 我想让我们的一位弟兄上来 他个人见证就像是 对我们所讲内容的一个总结 请热烈欢迎 Christ Morania 律师 我早在七岁的时候就接触了 色情的东西 超过二十年之久 我都是色域的囚徒 在我的大部分人生里 我所认为的有关上帝真理 实际上是一种偶像生活 当我成为一名律师 我的罪恶更加深重 我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我的骄傲是我不愿意承认我的罪 甚至是我好几次拒绝基督 当福音被分享给我的时候 我甚至会跟那些师徒向我传讲耶稣的人激烈辩论 我观看菲律宾两派敌对的宗教团体 在电视上的节目 一方面是检查他们所教导的是什么 另一方面是积累反对其信仰的证据 我还是倾向我那时所忠心跟随的宗教 当上帝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 在2005年9月 当我感到心碎和沮丧 我的一位亲属不断地跟我分享福音 并且坚持不懈地邀请我来CCF达两年之久 他最终带我去了周末的遇见营会 在那里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所有的新朋友耐心地回答了 我的所有有关基督信仰的问题 并且蛮有爱心地用经文来进行辩护 结果在营会的第二个晚上 我将这个生命向耶稣基督降服 并接受他为救主 我第一次明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 足以偿付我的罪 我在那次营会上受了喜 那天我感受到从未感受过的平安和喜乐 在那次营会之后 我衷心地参加小组聚会与礼拜 我对真理有了极可 渴望更多的认识耶稣 甚至把GLC一级圣经基础课程 学了好几遍 因为我感到我的圣经知识如此缺乏 但是尽管我对上的知识有所增加 我却坚持着几项不合圣经的宗教活动 那是不讨上帝喜悦的 结果我没有经历跟主的亲密 我回到了我的罪恶习性 过着失败的基督徒生活 只有当我开始让自己每天沉静在圣经里 并且持续不断地在我的生活中应用 我才最终在同上帝亲密关系中成长 并经历了在我的罪恶习性上的得胜 因着圣灵的赋能和引导 我得以能够强服我的罪恶习性 并毁掉了我所有的色情资料 我也让自己对一群男士负责 我们彼此帮助以成长得越来越像基督 我乐意更多地认识上帝 并且为他的国度所用 这使得我完成了GLC二级到四级的课程 当我在法庭内外面对每天的征战时 我这GLC的装备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从那以后我发现若离开上帝恩典与大能 就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开始带门徒并将我的生命 投入到几个十来岁的孩子的生命中 并陪伴同走着人生之旅 一直到他们进入大学 在2012年我们的下一代孩子的 同事公主任挑战我 给即将到来的下一代义工教导 GLC一级课程 让他们得到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育装备 并传给下一代 几个月之后 GLC也挑战我在主日教导GLC一级课程 主打开了我的眼睛 使我看见很多机会去分享有关耶稣的真理 并且在我所影响的范里面分享他的福音 我坚持向我的客户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律师同行 甚至向我的对手律师出租说司机 我供着律师行里我所带的年轻律师们 进行祷告关怀分享 并分享耶稣基督 主赐给我妻子和我这样的荣幸 去门训单身的专业人士和年轻的夫妻们 他们中许多人在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 并在CCF的各项事工中门训和服事 有些甚至在教导GLC课程并进行短期的跨文化宣教 我妻子和我如此蒙福的见证了 主怎样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 他们相信并且这样他们生命向耶稣降福 培养了一种良好的愿望去更多的认识上帝 发展同他的亲密关系 他们又将福音传播和分享给其他人 我是Chris Moralia 一个因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开了我的眼睛和心灵 让我对真理有明智的回应 愿一切尊贵荣耀送赞都归给他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对真理有明智的回应 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如果到目前为止 你一直在不明智的对上帝真道进行回应 今天Chris牧师的情况 我想你知道希望是有的 你可以从不明智的回应转为明智的回应 有时间 有指望 所以我的朋友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耶稣的跟随者 这是上帝的情书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来祷告 如果你在跟随耶稣 但是你意识到实际上 你有时候反驳 拒绝 甚至毁谤他的真理 今天你要接受他的饶恕 他想要你对他的回应从不明智转为明智 这样你就可以祝福你周围的人 成为真理与生命改变的媒介 但如果你今天下午在这里 这是你第一次就像那哥里所说的 现在你看见了 现在你信了 尽管他的怜悯和恩恋可能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你明白了 要对他做出回应 要记得 你不是对一套事实做出回应 你在回应耶稣 告诉他 告诉他 从今天开始 你想要他成为你的主和救助 告诉他 从今天开始 你要因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赎假而喜乐 告诉他 从今天起 当你将他接近你的心里 凭借他在你里面同在的力量 你要过讨他喜悦的生活 直到当你在地上的生命结束时 你将在永生余生的时间里 与他共度 福啊 我们为了你的真理来感谢你 我知道很多次 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但是主啊 我们为了那些清楚明白的事情 感谢你 如果我们对一切事情 做一根溯源 那全是你的爱和恩典 请帮助我们每天 对此做出回应 带着感恩的心 谦卑的心 与乐意服侍你 和祝福他人的心 愿你祝福今天在这的众人 还有那些在看直播的人 以及以后看视频的人 请祝福他们 赐给他们恩典 好使他们对你的真理 进行明智的回应 我们奉耶稣之名祈祷 并且所有的人都说阿们 阿们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